交易部原本打算从今年9月开始要全面补助中小学的免费营养午餐 不过后来因为没有设置牌服条款引起争议 后来又政策临时喊咖 当时就有很多地方政府现在就伤透脑筋了 像东部的花莲全线有三分之一的国中小学生 他们是缴不起营养午餐费的 于是这个县长傅昆奇他要兑现他的竞选支票 他将从新学期开始全面实施免费营养午餐 不过现在中央这个预算下不来 免费营养午餐的缺口将高达上亿元 教育部的政策喊停让其他县市的全面免费营养午餐也跟着喊咖 但花莲县长傅昆奇为了兑现他去年的竞选承诺 因此下学期的免费营养午餐 仍然坚持公立国中小全面实施 县府在排除私立中小学的排富条款下 除了可以获得教育部的低收入户 补助约三千万元之外 仍然必须自筹将近一亿元的经费 让财政已经相当吃紧的花莲县更是雪上加霜 在接任的时候已经平临举债上限 事实上县府所有的预算都是在举债的环境中在成长 不会是因为只有这一项的政策 是在需要借支举债的情况 有家长表示若依照付费模式的营养午餐 每位学生一个学期需要负担三到四千元的费用 虽然下学期有免费的营养午餐 但对于银吃卯粮食的财政规划 家长们的看法则是希望政府 钱应该花在刀口上 现在假如说全面通通都要由我们政府来举债的话 那这样子我们花莲未来的其他的宪政还有一些设施的补助方面 是不是就更困难 新议员刘晓梅更进一步表示花莲的预算有80%以上 都是来自于中央 还款能力几乎是零 目前县府是以债养债的方式来偿还钱债 负债将达132亿元上限的花莲县政府 明年将无预算可用 很可能要面临县库破产的命运 记者张国新花莲报导